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一点雾霾的现象 其实整个大台北盆地来说的话 很多的汽机车排放 当然大多数时间的空气品质是不错的 不过有时候在午后 整个就会发展起来一些大气光化反应 所以在整个西半部 你会看得出上面是亮亮的 下面就很像有一层灰在这边 其实不是很严重 但是就是有一点光化反应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光化反应是我们很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你住在这个里面 我们都有很多的 不管是炒菜煮菜 或是烹调 或是说各种的汽机车 生活上都会衍生出这种化学污染物 那经过阳光一照射 在午后的时候就特别严重 请大家一起来减亮 好天气没有好空气 就是这些的写照 不过开始有点午后热对流 同时南部有一些雨势 有一些降雨 那预计下一波改变的时间点 是在下礼拜三 四 可能有一道封面 马上就进入五月了 通常五六月我们叫做梅雨季 可是梅雨季的封面 不代表梅雨封面 梅雨封面指的是这种滞流风 停在一个地方会很久 不过各位可以看 下礼拜三的那一波封面 应该走得比较快 后面也有一些比较较凉的空气 会冲下来 大概一两天就结束了 所以下礼拜很快 还不算是滞留在这个地方很久的封面 目前来看的话 就下礼拜三 四左右会通过 各位可以看 到了再隔一个礼拜 五月六号 七号 其实也有一波 不过这波还有待观察 是不是会持续很久 因为通常统计上 大概是五月中到六月中 会有这种很长 一直滞留在这个地方的封面 会长达五六天以上 这个就可以成为梅雨封面 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到五月中的时候有机会 希望他有机会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降雨的压力 恐怕就只能等海风来了 那个压力真的会很大 那最近整个温度就开始回升了 请大家好好珍惜 开始中午的时候30度上下 有一点点热 但是不算太热 好好珍惜一下 还不要开冷气 你开的话你今年的电费会很高 大概因为开始吹东风 所以东半部有一些偶真雨会发生 但是西半部都很稳定 那西半部稳定的情况下 空气品质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西半部有时候会比较差 但是大致上不算太差 不过在这个今天下午的时候 在整个西半部都出现了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级 这个南部台南甚至还出现一点红亥 红亥 请大家留意一下 大致上天气都算是很舒服的温度 那礼拜五白天大致上回温 中南部西半部可以到30度左右 空气品质明天各地西半部都有机会 到达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级 这个本地的污染请大家真的要注意 我们可能或许我们做了一些能源的改变 或是行为的改变造成这个最近 其实这种臭氧的大气光耗反应的比例 增高了一些 增高到多少我们后续要关注 但是明天大致上天气都不错 东半部偶有一些短暗性阵雨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周五持续回问好天气 周五会更热中南部30度 相对稳定到下礼拜三 下周三四之后有一波封面开始接近 目前来看还不算是没有封面 我们希望今年稍微正常一点点 不然的话少了这个水 今年的压力真的会比较大 我们来看详细电影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